先來看這一題,亂數產生器 基本上,這個是我們前面所講 講過的,其實你可以把它應用進來 那裡面的話,一定會用到哪些 之前所講過的 比如說,請輸入域產生的亂數個數 那也就這地方的話,是User自己去填 比如他填10個,那你就要跑出10個 所以呢,他填入進去,你第一個要能夠把他接收到 把他接收到的介面部分的話 最簡單的就是scanner嘛,對不對 透過鍵盤 比如他輸入10,你就真的10 然後進來之後,用Nextin把它讀進來 或者用什麼,J-Option Pen 那將來如果你們用 Android裡面,Android本身也有那個叫做Editas 你也可以讓他輸入進去,之後也是取得 反正這個前面的部分都一樣,只是說你要取得User輸入的值 那網頁上也是一樣,你可以用一個叫Request 它可以從傳過來的表單裡面的哪一個 這個Request裡面的一個參數 取得User所填入的值 那 產生這個 取得幾個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要想 所謂的亂數 亂數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有兩個方法 至少兩個 一個是Math裡面的Random 一個是Random這個類別裡面 有一個 也有一個Random產生的一個方法 那 這個都可以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不要簡單用Max.Random 產生之後的話 能夠怎麼樣呢 在畫面上顯示出來 比如說輸入16 然後他就會顯示出來 不過這一題是沒有講到說 到底要 這個亂數是從多少到多少 不過從這裡面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最小應該是 大概1吧 最大應該是999 這個裡面沒講了 不過大概看起來應該最大好像到99多少 所以基本上 應該可以到999 因為他沒有到四位數 所以是999 那最小是 而且他這邊格式也沒講到說 一定要把它改為三位 不過當然這些題目都會變啦 將來如果說各位 去Interview 或者是面試或者是比試的時候 也許會更改 那如果證照考試 也許題目也會變更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也可以自己 Try一下 如果說這個地方 希望是三碼的話 比如說要填入001 到999的話 並且秀出來 然後 這個地方要有小到大 地增排序 所以這地方的話你要能夠有小到大排序 排序部分要怎麼做 其實正列本身 有一個方法是可以直接排序 但是如果說 題目規定說 不能用 那個 Array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 Sorts 就是他直接就是幫你Sorts 那如果他裡面規定是不行 那Sorts是由小到大 可是如果題目變更變成由大到小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自己去排序 自己寫一個排序的 一段 一段 這個程序 那這部分的話 也可以思考看看 最後的話 秀出來就類似像這樣子 當然這個地方是秀在Console裡面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像 Swing的版本 就是J-Option Pen 裡面把它秀出來 大概是這樣 這些其實基本上 我們之前都教過 其實裡面所用的 像回圈 像那些 Render的方法 像這個正列 其實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思考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個部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另外當然解法也不只一種 因為這個解法其實太多了 像 昨天講的那一題 其實就不只一種解法 你當然你可以 想得出來的 其實就可以用那個 渡回圈 畫耳回圈 甚至Fore回圈 各種方式都可以解得出來 只是說哪一種方式 對你而言最好理解 那種邏輯每個人都不一樣 好